一直听闻 谈华落江虽然地处西塞 但风景堪比江南水乡 果然名不虚传啊 是啊 贬大夫 这边请 走吧 贬大夫 骆家主 你们这出请君入瓮 要畅到几时啊 既然你都看出来了 那我们也没必要装模作样 这次我不会再让敌人跑了 藏锋 洛家主 你们是否对我有什么误会 贬大夫 你与启魂邪教是何关系 邪教为非作歹 十恶不赦 我可不想同他们有什么牵扯 侯 那不知你之前为小月解毒 所用何方 我相信贬大夫医术高明 能立刻确诊小月所中 奇毒为何 但随身邪有解药 却未免过于轻毫 编大夫 可否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哎呀 还真是好心办坏事呢 金周 我们要跟他打吗 也要看看 有没有以一对多的本性 编大夫 我觉得你是个好大夫 为什么要和邪教混在一起呢 哎 你们误会了 好吧 我同启魂圣宗是有些关联 但我并非教装 利用人心中的欲望 加以掩诱惑偏 令其误入歧途 这样的手段 我也极为不耻 那你们之间是何关联 此时还不好细说 不过 我肯定不是你们的敌人 乐兄 他既然承认跟邪教羽勾结 咱们不如把他关起来 慢慢审认 看他嘴硬到什么时候 只能如此了 那各位先到大厅等我 编大夫 请你安分些随我来吧 哎 咱们不如把他关联 洛家主 不知你对热海了解多少 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可以感觉到里面的能量 对了 不如把它装到豆包上试试 石方石方 给我看一下 这个石头我见过 在哪里 就是我们一开始醒 你说那个矿村 我见过有人拿这样的石头玩 说是在矿洞深处发现的 矿村 什么地方 是我和齐几年前 倒过的一个采矿为生的小村庄 不过具体的地名 我也记不清了 在我们最开始苏醒的地方 挖出来的京石 出现在了千里之外邪教的据点里 这是巧合吗 小赵妍 发什么呆 啊 哦 那个 我在想 扁洛环 究竟和邪教有何关联 小赵妍 前辈 与其用这种 让人一眼便可看破的神情说话 不如直接告诉我们 你有苦衷 前辈教训的事 真可爱 前辈 紧张 赵妍这是被调戏了吗 月 月姑娘 调戏这次不是这么用的吧 哦 那个 客房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些事急需处理 你们自己过去吧 那我们在庄内 随便逛逛就休息吧 也好 今天天气清好 正喝小水 当时在落日部 瑟玄说明秀 其实也养了条藻狗 是指贤精也是妖吗 仔细想来 我们对她的了解 只有明秀的一句诗书 其他根本不清楚 小月 把金石给我吧 你要改装豆包了吗 金钊 我想去看 算了 反正两个都是笨蛋 去吧 跟洛兄行动才几天 就碰到了舒轩 既然这几天 都没有看到什么新东西 还是继续跟着她比较好 这样的话 以后还得跟着贤清 一起行动 得提防着她行 这两天也累了 今天早点休息吧 也不知道 起哪儿来那么多体力 有水的地方就精湿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来阁下就是热海的守护者吧 不知尊姓大名 相传 上古神农发现天地灵脉 将灵脉在六界的九个出口称为九泉 以神力封印 并将九泉药环交予九名守护 九泉各有其能 其中热海掌生命之力 两百多年前 洛家在此地发迹 所仰仗的水源 其实就是热海吧 热海本当寻迹游移 但这许多年来 洛家一直水源丰沛 不知是用何种方法将热海束缚在此地 此举有为天道 听闻洛家定居于此后 族中双子多双双早逝 想来就是天前所致 莫非你想让热海回归天道 再次游移 阁下若肯配合再好不过 否则 原来如此 是我输了 你岂先不回答 便是要逼我心急 之后你稍作回应 我便急于促成交谈 反将自己的底线泄露 你终于 终于 没想要让热海回归天道 那我尽刻来求妨 分够了没 曹风 若是你不在身边 我将如何 失控杀了他 之后悔恨 失礼 逼人落埋名 请教阁下棉方 贬落环 曾家身上并无九泉守护者的药环 不知同九泉有何关系 七年之前 九泉灵脉曾有过一次饶动 可是与你有关 九泉守护者凭借神农药环 岂能感知自己守护这泉眼 若要感知灵脉扰动 除非 你们定住热海的方法 是将泉眼写负 写负 你提及写负 相比是见过实力 难道七年前 全眼的扰动 也是有人写负 全眼所致 你不否认 我也是猜对了 看来我不开口也是错 不知尊驾是不愿 还是不能与我相谈 对你 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 既如此 也罢 尊驾目下便可离开 但有兴致时 再来与我一谈 为追查启魂圣宗 骆招言特意将我 从落日部宽慧 阁下现在轻易放我离开 不是白费他一番辛苦 即便酒除邪酒 会被所谓民主迷惑的人 也会改信其他虚无偶像 且邪叫进来忽然形势反常 想是内有变怒 赵燕爱管先生 否则静观其自行消亡 岂不够好 变公子 是不是 别问我 那么 不知除了热海 还有何人何事 能让尊驾不愿离开陆我家 我又错了一招 你刚才 你刚才假意放我离开 是想看我是否单位热海而来 变公子 那我们现在可否谈谈你